一架架飛機陸續降落 東京的機場再次活絡起來 重新迎接外國遊客 游客心中終於放下一顆大石 因為疫情後日本松綁旅遊禁令 11日起開放免簽自由行 在明天開放開會開會 我們在等待 直到預告我們就預約了飛機 我們昨晚離開澳大利亞 我們在早上到第一天 所以很輕鬆 根據共同社報導 解禁後光是澳洲人旅遊訂單 前往日本就暴增322% 日航和全日航班機提早預約 也比疫情前多了3到5倍 再度迎來外國旅客住宿業者 早就做好準備 不過他們休息參半 因為疫情讓人手不足更加嚴重 72%的住宿業者坦承員工不夠 原本排斥海外遊客的京都 連市長都親自拍片歡迎遊客回來 日本也公布魅力地區排行榜 都道府縣由北海道連續14年奪冠 京都府第二沖繩縣第三 東京都排第四 大阪府擠進第五名 TVBS新聞中不倒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順次